哈喽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在iPhone上面 快速而且一次全部更换你APP的封面 之前有教过大家如何利用捷径的方式 手动一个一个去换你APP的封面 那那个时候其实还蛮耗时的 而且做完之后你每次点入那个APP 都会先跳进捷径 但是好消息就是从iOS14.3之后 你换过封面的APP 点进去就不用先进入捷径了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iOS14.3 还在测试的阶段 所以大家现在还没有办法更新 之后14.3推出之后 相信这个换过封面的APP 应该会变得利弱许多 像这个换过封面的Safari 我把它点进去之后 就不会先跳入捷径 而是直接进入Safari 那之前用这个捷径的方式 但是换APP封面真的还蛮耗时的 一次用可能就要三四个小时 所以今天就要来教大家一个方法 可以快速的把你APP的封面换掉 开始之前也不要忘记 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未来更精彩的内容喔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我们今天会用到一个APP 叫做Moloko 在这边Moloko 所以首先先到APP Store 下载这个Moloko的APP Moloko 下载完之后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你就会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主题 你就可以点进去看它是怎样的风格 像是这边有这个iOS 6的复古风格 然后就真的 非常的经典的这个icon 有没有 然后它下面呢就会有System Apps 就是系统里面原本内建的APP的icon 然后这边是Third Party Apps 就是你另外下载APP的icon 那这边其实有提供一个客制化的服务 但是还没有开放 所以就希望它们以后可以开放 我们就可以另外设计自己想要的APP这样子 然后像是这个是动物森友会的主题 就它就用了很多 就是动物森友会里面的图案 而且还蛮不违和的 还蛮适合的 那这边还有一个属于比较文青风格 它的色调都是比较暖色 然后可爱的感觉 或者是如果你喜欢这种黑白色系的 它里面也有很多这种 什么红色啊 然后比较可爱的图案啊 这是属于比较可爱的部分 然后之前不是有很多人在问霓虹主题吗 这边其实也有 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就是你下载完之后 它其实有一个黑色的边框 但是你只要用黑色的桌布 它就会整个消失了 就只剩下这个霓虹的标示 那我们来下载这个玩玩看 那要下载的话 就是点这个System Apps这边 就是这两个其实都要点 那我们先下载这个 然后它这边就会出现一个 你要不要下载描述档的这个 对话视窗 那你就按允许 下载完之后呢 它就说如果你要安装的话 就在设定里面 那边是描述档 把它关闭 接着呢我们到设定 设定里面找到一般 然后往下拉你就会找到 VPN下面有一个描述档 那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Moloco的System Apps 点进去之后呢 按一下右上角的安装 然后输入你的密码 然后很快的就安装好了 按一下右上角完成 然后我们再回到 刚才那个Moloco的App里面 我们去下载这个 Third Body Apps 把它下载 然后一样允许 然后下载完描述档 把它关闭 然后我们回到设定里面的一般 里面去找到这个描述档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Third Body Apps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安装 那我现在已经下载完了 然后我把我桌布换成黑色的 还有把我的浅色模式换成深色模式 这样子就变得非常的好看 因为它就只剩下那个霓虹的图示 那我们刚才不是有下载两个描述档吗 一个是System Apps 然后一个是第三方的App 也就是说全部的App 都已经堆积到我们的桌面上 那它其实是不会管你原本有没有这个App 它都会下载这个App icon的 所以如果你原本就有安装这个App的话 它是可以点的进去的 但是如果你原本没有安装这个App的话 它就点不进去 那这些点不进去的App icon 你就把它删掉就好了 那方法就是你长按这个桌面 然后去把这些你用不到的删除 就算是这样子 也比之前我们自己一个一个写还要快 那如果你下载完这些App icon 结果你后悔的话要怎么办呢 但就回到设定 一样到一般 然后找到这个描述档 你就去找你刚才下载完的那个描述档 然后把它打开 然后移除描述档 它就会从你的桌部全部一次消失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 因为我们之前在那边做的要死要活 就算我们要把它删掉也要一个一个删 就是真的还蛮麻烦的啦 但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App icon 它其实是一个网址书签 所以它点进去有的时候还是会顿一下 就是它会先出现一个黑屏 就黑色然后再跳进去那个App 但是到14.3之后 如果你是用自己写的 就是像我们之前那样子 就是涂法链刚自己写出来的App 就不会再进入书签了 但是用这种方法 就是安装描述档的方式 你还是会先跳入这个黑色的画面 但是就算是这样子 也比之前我们写好之后 还要先跳入结晶的样子 还要再俐落很多啦 那可以看到这边呢 它真的下载了非常多App icon 超多的大概有100个吧 然后这边我也有下载另外一个 比较可爱的主题 就是比较温柔可爱 然后粉嫩色系的主题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桌面 是用一个比较粉嫩色系的图样 然后我的深色模式 也改成浅色模式的了 那这样子呢整个画面就变得非常的粉嫩 然后很可爱 看了心情就非常的好 然后我觉得这个App它蛮用心的 就是它的封面 其实跟原本的App 封面是有相呼应的 像是这个YouTube它就是红色的 然后Spotify就是绿色 Twitter是蓝色的这样子 然后下一个呢 我们来试看看这个比较 也是粉嫩 然后复补一点点颜色的这个风格 那我现在下载完了 然后我的背景也换成一个 色调比较接近的背景图案 这个风格也是蛮好看的喔 然后一样它的App 也是跟原本的App icon是有相似的 像是这个Spotify就是绿色的这样 然后WhatsApp也是绿色的 这个色调我也非常的喜欢 就是有一点复古 然后偏灰色粉色这样子 然后它有这个Netflix也超可爱的 然后这个Google Chrome 很像神奇宝贝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霓虹主题真的还蛮好看的 就是非常的俐落 重点是这样子换App icon 真的非常的方便 省去非常多的时间啦 那今天这个快速和App方面的教学 就到这边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内容 那如果你未来还想看到类似的主题话 也不要忘记把我按赞订阅 还有开启小叮当 才不会错过我未来的更新喔 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去追踪我的Instagram 我的帐号是AppleMate123 我也在那边分享我手机使用的心得啊 手机课的分享啊 或者是我吃吃喝喝的玩乐照等等的 所以欢迎大家去追踪喔 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